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天似乎在落幕方面出现了曙光 今天联合报头版头条还有另外一家报纸都是做到头版当中了 昨天刚好是长荣行的股东会 昨天上午资方其实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 他们并且宣布说今年要新招聘空服员 更打破了在过去长荣行是没有男性空服员的惯例 长荣行方面一口气公布了7月2号之前取消的航班 所以被解读说是长荣有意拉长战线再做准备 好昨天上午其实长荣行方面是胡萝卜跟棒子都出来了 有说呢在棒子方面他们可能要这个招聘新的员工 那么在这个胡萝卜方面呢 其实昨天长荣行也宣布说这个年终奖金他们要发放 即便是罢工的人也可以拿到这个年终奖金 昨天下午就看到工会方面马上让步了 工会让步说包括日支费啊 进搭便车条款还有劳工董事方面 工会方面他们不再坚持 都可以再谈都是有讨论的空间的 好现在这工会的态度是明显的放软了 但是什么时候劳资才能够重新上谈判桌呢 这个部分呢目前还没有敲定 联邦金头版二题有军改释线案的辩论 昨天的激烈言辞交锋 大法官受理军公教申请的年改释线案 昨天举行的是军改部分的言辞辩论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一说呢 退付资金基金的缺口是越来越大了 有改革的必要 而申请人立委废红太子是说 军改看不到对军人的尊重 只看到的是斤斤计较 好昨天有行政院的代表 还有这个申请方 说这个行政院的一些说法 你什么违反世代正义 这根本就是这个永续年金的一个托词 自由时报间头版头条 全续部方面证实说 在资安方面的重大疏漏 59万笔的文官各资外泄 政府的资安在传出着重大的疏漏 全续部说 这边有59万笔的文官服务单位 跟职称等各资都外泄了 那么现在呢 影响大概20多万人 所以也对于当事人展开一些通知作业 另外法官法的协商方面呢 司法官贪污如果被判刑确定的话 停职薪水将会追回 这是所谓的陈玉珍条款 也就是未来史上最贪女检 陈玉珍当时是被判刑12年 还能够领6年半薪水 这个状况在以后呢 将不会见到了 这是在司法官贪污判刑确定之后 法官法协商 接下来可能够进展 联邦提到了这农地的工厂续命的 这个有关于农地违章 工厂续命的工厂管理辅导法 预定在这个星期四就要完成修法了 主要是聚焦在这工服法 后天决战两派的一个角力 环保团体说呢 定定落日期限是他们的最后底线 而这工厂联盟就是说 行政院版就算是一个落日的方式了 到底有没有落日呢 现在行政院在两天之内就会拍板定案 还有很多老人家喜欢唱歌 所以非常关心的这个 卡拉OK半唱机的授权修法 因为呢 这个老人家常去唱歌 但是呢 这中间可能有些智慧财产权的一些争议 之前说要修法了 那么现在苏葵就说 而且争议还非常的多 所以就喊咖了 那么在音乐人方面 当然也有他们的意见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还要再沟通 再创造双赢 其实老人家对于说 没有新歌可以唱 但是只有卡拉OK这个机器 老人家有很多的话要说 就说 这政府为什么不能够以公益为理由 来修改法令 让老人家能够唱得安心 唱得开心呢 好 在自由时报 今天的投案当中 有香港这边所发起的 不合作运动 反送中 施压香港政府的一个做法 因为港府到现在还没有撤回送中条例 并且没有 救责警方 所以香港的网友 在昨天是发起前往港府总部的 接放工 就是接他们下班 就是在不阻碍法院 救护 消防跟医院 运作的情况之下 以不合作方式 要瘫痪香港政府的运作 昨天大概有200名的支持者 来响应这项活动 联邦今天内有反送中打国际牌 香港这边是喊话G20的这些领袖 趁着峰会 这个星期在日本大阪要召开 明天会在香港中环集会 向19国的领事馆请愿 昨天他们包围了税务大楼 有人就说应该要检讨 一些示威的策略 昨天看到了香港的做法 大陆外交部的部长 昨天已经说了 大陆方面是不准许 在G20当中来讨论香港的问题了 香港的问题 G20是不会触碰的 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当中这张照片 是韩国瑜在陆陆续续 他跟一些高雄的优秀学生 模范生 或者是市长奖毕业的孩子们的合影 在之前有国中生 抢韩国瑜选总统太可笑 还有高中生穿着 溜之大吉的T-shirt 跟他合影拍照 昨天是在高雄中学的一位毕业生 拿着一本书 而这本书是一个心理从书 书名叫做 为什么爱说谎 拿着这本书 跟韩国瑜来合照 这当然是讽刺的意味 十足 今天自由时报 就把他做到头版 中文时报 今天在内夜当中 是并成的方式 但除了这个学生的 这个呛韩的学生的拍照之外 另外一边其实 也有送暖给韩国瑜的孩子 像是有些学子 跟韩国瑜爱的抱抱 温馨送情 那么当韩国瑜的靠山 有孩子还拿着 穿着国旗装 上台跟韩国瑜来拍照 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并成方式 今天看到在国民党方面 今天晚上有第一场的 初选政见会 今天晚上是在高雄登场 今天这场主要的焦点是 在宪政外交两岸跟国安方面 韩国瑜说 别忘了土包子 后面是有肉包子的 而朱立伦其实昨天说话 说得蛮白的 他说先告诉大家 说有12道题目 是不是暗酸说 是不是怕有人出财 所以先告诉大家 题目是什么呢 不过朱立伦也强调说 因为这中间 大家就没有什么样的辩论 也没有言辞交锋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说 这可能就会变成一场 演讲比赛 朗读比赛 今天晚上的几个候选人 他们会上台 但郭台铭他的专长 是在经济方面 他也坦言说 这大姑娘上花叫头一遭 非常的紧张 而且内容是国防 外交不是自己擅长的项目 那么当然郭台铭这边 也是说他会努力的来做准备 好在最近的民调方面 看到有一份民调是说 韩国瑜在党内的互比民调 落到了第三 那么韩国瑜自己昨天是说 这代表民进党 其实最害怕的 就是韩国瑜出来选总统 跟他们的蔡英文来PK 所以其实韩国瑜对民调 他其实有点老神在在的 而朱立伦跟郭台铭 把毛腿制整韩国瑜 说你韩国瑜每周的造势 被形容叫做韩光演习 我们一般国内叫汉光演习 这叫韩光演习 朱立伦说 总不应该是每周来做演习吧 而郭台铭则是说 自己在拼的是做事 不是造势 对柯文哲会不会选总统呢 今天蓝绿都说一定会 民进党人士说 柯文哲老神在在 就是等别人跟他吵 自己来维持声量 最近蔡英文的民调回声了 蔡总统说 这代表的是自己的执政成果 受到了肯定 中文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是说 这蔡英文总统 你的任期真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对大法官的人事权 还要硬要闯关吗 这总统呢 是不是应该要克制一下 你自己的权利呢 还有在中文时报谈到了 基本工资 在8月14号要审议 在拼选举的关系 所以说蔡英文是不是在任内 要把基本工资 调升到3万块钱呢 现数月薪 至少会上卡28K 不过在工商业界忧心忡忡 说一下美中的贸易战 全球下修经济成长率 政府千万不要为了选举 而压缩企业的生存空间 经济日报间 头版头条说 美国的5G设备 这边说打算要封杀 中国大陆生产的这个用品 在川普评估 美国渐渐使用的5G方面 行动设施 必须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设计跟生产 在国内包括了智邦 还有企机 中雷等台湾的 这网通厂 已经陆陆续完成了 非中国的新产能的建制了 有机会顺利的承接大单 而智邦更是打入了 ATMT的电信白牌 网络架构供应链 在台股方面 这个信息进入了法人的基地 作账倒数时刻 投信转卖 作账恐怕变成结账 昨天卖超了台股1.5亿元 市场观望G20美中谈判的结果 行情可能接下来会迟到 而出口商抛惠台币 在昨天是连四升 经济日报间投版 谈到说 尽管会强化监管 大到不能够倒的金融业者 系统性的银行 有5家将会入列 公共事报说 国售拼增资 抢发百亿债 完全不找金控跟受险来认购 预计在26号就可以资金到位了 另外国际清算银行的警告说 脸书币恐怕会威胁到全球的金融 在财经济日报说 比特币狂飙 挖矿股振分 今年来比特币已经涨超过了 170%了 在旺报的头版头条是 大陆城市的竞争力 深圳的联报 因为在户籍改革制度 大陆方面的一个加持 二线城市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赢家 体育焦点这中职 龙队探出头 魏群龙在昨天正式复出 成为中职的第五队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第六队 还有这个龙队 到底他们的主场会在哪里呢 这是体育迷非常关注的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说 PM2.5再加上紫外线 恐怕会让你的眼睛容易长坠肉 好 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 中广新闻网